阿羅哈 親民喵咪 打戰爭時間啦 那今天我們一樣是日本屯片時間啦 那目前來說一樣要來跟大家介紹 觀眾推薦的角色 那有一個人推薦的角色 哲兵這邊也是蠻有興趣的 但是他這邊有給關卡喔 但是他是說 他個人是非常喜歡用撐桿跳貓貓 然後他每隊都有他 然後疊起來的聲音跟那個 痛啊 又爽又痛 因為撐桿跳貓貓好像是 渾身機率是30% 但是他自己說他體感是100% 而且疊起來的話基本上就很帥 所以今天的話呢我們就來 玩一下研究力聯組 就是來幫忙就是快速的疊我們這邊的 這個沉甘跳貓貓 然後我們來去看幾個關卡吧 我們就隨便找幾個關卡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的沉甘跳貓貓能不能就是那個 有沒有遊玩好了 阻擋者們的城堡的話 來挑一下就是那個有那個 哇我怎麼感覺這個 這關感覺可以耶 彼岸的這個看看好不好 這個 沉甘跳貓貓打這關卡就應該是 可以的我們來試試看 然後我們再用一下這個研究力聯組 看一下就是疊起來是不是真的那麼帥 因為我們如果真的要疊的話也沒辦法 就是打那種太簡單了 因為太簡單的話就疊不起來了 然後這邊是那個這邊有一個大 大大大大大大大 然後再來一個那個 再來一個研究力 研究力大大大拿到之後再一個中的吧 對這個 那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帶多一點那個 沉甘跳貓貓我們直接給他 帶好帶滿 因為我自己之前的話也是還蠻喜歡用那個 沉甘跳貓貓的 因為是真的真的挺爽的 然後然後神階 然後我們這邊 完全沒什麼坦克耶 不是完全沒有沒有什麼炮灰耶 要那個咻 還是把這個換下來 放個拉麵 放個拉麵王 還是還是要放那個 功夫貓貓 放拉麵王看看好了 好來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看一下 他們疊多支一點這邊的這個沉甘跳貓貓 因為聽說疊起來那個會是一節體感很多了 然後那個玩起來這個感覺 很暴力還是爽 我來看一下啊 來來來來來 我看看 有第一隻 好我直接沒有發出會心一擊 超爛 他到底有沒有打到塔 其實我也不知道 然後他有沒有打到我我也不知道 對啊 啥東西啊 這感覺好像是蠻適合可以疊的 我到現在還沒有 我到現在還沒有打出會心一擊的感覺 對啊 OMG 而且我到底有沒有打到他我都不知道耶 因為我如果打到他的話 他應該會被緩速或幹嘛之類的 但我現在完全沒任何感受耶 完蛋了 哇靠 然後來了黑色珊珠 完了完了完了 感覺怪怪的了 黑色珊珠來了 小屁 你是不該找這關啊 對啊 完了 感覺不該找這關耶 邀請了邀請了 沒關係我們先用這個扛住 先弄掉這個黑色珊珠試試看 沒錢耶老哥 完全很是沒錢耶 再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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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彈貓加油喔 喔 那個誰 天使馬要來啦 老哥 不是重點是 我的扛幹跳貓貓 還沒有任何扛的感覺耶 完了 完全疊不起來了 找錯關卡了 這關看起來不適合他 完了完了我們這邊好像快要被毀掉了各位 至少先幹掉一隻黑色珊珠好不好 黑色珊珠先死 應該OK 而且其實你看扛幹跳貓貓是真的還滿爽的 你看扛幹跳貓貓活了很久啊各位 哇他活了很久 開跳開跳 喔死了死了死了 有了有了 就是我們能夠疊更多這個 哇怎麼還有一個那個啊 老哥 別鬧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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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過過過了撐乾跳貓貓 撐乾跳貓貓往前滑了 撐乾跳貓貓其實真的很扛耶 還活著耶 超多隻在這邊 在這邊跳的耶 OMG我的天啊很強耶 來繼續跳繼續跳 續跳續跳 我們這邊還加了一隻那個 應該滿猛的 加了一個地底磚 可是我都還沒打出渾身一擊耶 不是體感100%嗎 我跌不起來啊 完了我跌不起來啦 唉唷 唉唷有 我覺得他其實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反而不是他的這個什麼渾身一擊 是他跳起來這個炸彈耶 唉完了 這天使馬也是一個大問題 我應該要找一個關卡來去 應該找一個關卡來去讓這個 撐乾跳貓貓秀的 像這個駱駝這一關就沒有辦法 要去找那些就是 不會被那個大弄特弄的那個關卡 你看現在天使馬這些就沒辦法 GG 但我這邊 秀的反而是拉斯沃斯啊我的天 喔有囉有囉 但這邊還是很可惜耶因為 看駱駝這邊的話完全不給那個 完全不給這個 撐乾跳貓貓弄 我覺得我要去挑那個 挑有那個就是 那個不會鑽地板的墓碑那一關 對好像是要用那個才可以 那關用撐乾跳貓貓才可以疊很多然後才可以舒爽 我覺得那個 風雲貓咪塔那種的應該是ok的喔 完了喔各位 怎會如此 一走過來就直接被駱駝給他那個了 那也沒辦法了 ok好那這關的話我們就先到這邊我直接切換到我們這個 墓碑關卡 好那各位我大概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我根本沒有點渾身一擊啊難怪不會有渾身一擊啊白痴喔 好我們先先解放看看 解放之後然後強化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究竟有多帥但是 他們這些都還是要花這個NP 這些的哇靠真的是很麻煩 所以這個感覺就真的 要變強還是得花然後 古代詛咒體力上升所以應該是 這些也要給他上升吧不然今天就 先為了他好不好強化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究竟有多帥好不好 讓他存活久一點點然後又有這個 渾身一擊的姿態 雖然我這個 NP應該是要給別人的啊但是我覺得這次的話 我自己個人也是蠻喜歡他的好不好就先練他了好不好 完了 我們浪費NP大作戰又開始了 為了你好不好 最好是給我帥一點 那這幾個我們就 就先不要了 我們就先這樣走起 難怪我想說奇怪剛剛怎麼好像什麼 啪啪聲都沒有怎麼可能 對不對 好我現在找一下我們那個 墓碑關卡啊先找一下墓碑關卡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找到了我們墓碑關卡 油膩膩的彩虹啊一樣我們這邊就進去先看一下上次通關隊伍是用這套然後我們就 自幻 然後把我們那個撐幹挑摸 換上來我覺得渾身一擊的這個部分的話應該 就會不太一樣了好不好來看一下然後這關 好像還有獨擊仔耶 OMG然後還有我們那個完了 然後這關還有那個 鋼鐵敵人啊我只能我只能說 加油了哲平 油膩膩的彩虹來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疊起來 那我這次也是沒有用那個研究力連組 因為我覺得用不出來了 用不太出來 我的天啊 那我看一下啊 渾身一擊的這個 撐乾跳貓貓咧好不好 一掌拍死熊熊先拍死 喔靠 獨擊仔來了各位 叮 有有有有有有丁到蛋掛了 哇~~有釘到蛋掛了 然後這邊先放一下這個好了 欸不行欸 白癡喔怎麼那麼難啦 我覺得要把這個關卡難度再下降一點點 我也要測東西好不好來看一下啊 剛剛是什麼 多樣性是不是 多樣性二星 好像也不是這個欸 該哪一關啊 怪館戲院嗎 二星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走到墓碑了我再看一下 在這邊在這邊找到了我這次降了星級啊降了二星看看 二星應該就 比較好一點點了吧 我剛剛拿去三星打感覺好像還是挺困難的 來了來了 我都已經為了你給你灌了這個渾身一級 你起碼給我聽到那清脆的啪啪聲好不好 讓我來體驗一下那位觀眾的這個舒爽感 對不對 該來了吧 啪啪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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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出去了 叮 叮 有喔有有有有有好像有感喔有喔 啪啪喔 真的耶 30%他已經連續兩次渾身一級了 比我的準哥會心一級機率還高 不 有喔疊起來囉還有漂漂漂大法囉 好 有有有有有感受到了各位你有沒有感受到嗎 喔這很爽耶這個聲音 欸而且他們在地板的時候是不會被 不會被焰子用到啊對啊感覺好像是耶 哇靠有誒 有魂誒有魂誒 有魂誒沒有魂誒 哎呦有魂誒感覺很強哦 先疊多一點 疊多一點啪啪聲 你看有沒有 狂啪猛啪嘞我的天 有哦啪啪大地哦 哈哈哈哈 有誒很帥誒 我覺得這個聲音有好不好 那大家也可以投票 這一次的話主要來說就是看這個 我們撐看跳貓貓的這個 渾身一級的這個啪啪聲 但是大家要有這個啪啪聲的話 你是必須要那個的唷 要去把他升到就是我們那個 就是本人全開哦 不要跟什麼一樣 我根本就不在要開了哦 欸光剛剛測出了一個心酸哦 我們趁這個階段趕快疊多一點 疊多一點這個撐看跳貓貓 等到那個後面出來就可以啪啪啪啪啪 你看 他是 渾身一級的 炸裂進化耶 哈哈哈哈 吼吼吼 你看 這30%哦 哇靠 這是30% 這感覺就比我那個準哥還要會生一級的 很爽誒這個聲音 疊多一點疊多一點 有有有有 這就是大家想看的吧有沒有 有大家推薦的這個撐桿跳貓貓 因為撐桿跳貓貓以前我很常用啦 就是在打那個風雨貓咪塔的時候的那個 那個那個就是 那個墓碑關卡的時候我都是用他在緩速的 我沒想到他現在有這個 渾身一級的東西那麽的帥氣是不是 你們還沒疊多一點 趴爛 哈哈哈哈 趴爛耶 哎他他要衝了 他要衝了他要衝了 全部都是渾身一級大爆炸誒 oh my god 渾身一級大爆炸 你看 一群衣服 完了這怎麼機率就變低了 完了 哇靠還被這個燕子撞爛誒 我們好不容易疊起來 這一群大神們 完了 靠七歲歲了 但我覺得這個 大媽他們這個生產CG時間真的太慢了 真的要疊起來真的是蠻辛苦的 但疊起來是真的爽到一個不行 我覺得剛剛那一瞬間有一隻瘋狂的那個瘋狂炸 我覺得有那種感覺 很有很有 給我出來 我們不要再搞了 別再搞了 別再搞了 你看 我覺得他這個渾身一級觸發機率就比我這個七歲歲的這個 會心一級還要高了 我的媽呀我的天啊 七歲歲啊 整位爐起 oh my god 七歲就一直在被往 往前帶誒 好了我這邊開了這個 開了這個白屋狗了 白屋狗超級緩速 哇好像用不到了 哎呦呦呦呦 但現在就是我疊這個時候了 會心一級 哎呦呦 會心一級就ok了然後剩下就是那個 媽媽的時間了 撐乾跳貓媽的時間了 快快快加油加油 完了怎麼好像只剩一隻 我們這次也沒有疊得很好呢 死定 哎 結果他掛掉了啦白痴喔 太快了啦 可是我覺得剛剛有一瞬間一小段時間是有疊成功 我覺得之後可以再那個 因為我這一次已經先把他就是會心一級打開了 之後打那個不死關卡的時候我們再讓他出來會心一次 那感覺好像是也可以的耶 你們覺得呢 有沒有經驗主要來說就是我們這個 撐乾跳貓貓 疊起來的話那個會心一級啪啪啪啪啪 機率是真的 原本是30%啦 然後我們這邊的觀眾是體感100% 你們覺得帥不帥氣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是 滿帥的 那如果就是想要再補充哪一些關卡給他比較適合的話 大家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囉 然後這邊留言帥不帥氣 如果很帥的話 我們就會給這位觀眾朋友們送冠冠囉 沒有問題 帥氣大媽